我們今天來上最後一節課 我們上一節課 教到了這個 卷機神經網路 這個是 然後在上一節課教神經網路 那我們大概已經理解了 就是 現代神經網路的 基本原理 那我們這一節課 我們會大概 帶你review一下 就是從那個 1989年 Lecuin他把這個 把這個 卷機神經網路發展出來 到現在 為什麼2016年之後 你才 你才開始覺得這個 人工智慧爆發 這樣子 這中間的過程我會跟大家交代一下 然後並且會有一些 現代神經網路的實作的方法 好 那我們現在講一下 就是在這個 這個 上節課這個 LENet過了以後 之後 之後 其實這個有很長一段時間 因為有那個 Support Vector Machine 還有這個 Random Forest 他們發展的時間 都比這個 LENet來的這個 更晚 對不對 那些方法 後來 大家都比較不喜歡用神經網路 這樣子 好 這個 這個 轉變是這樣子的 這一開始也跟這個 神經網路也沒什麼關係 轉變主要是這樣子 在2007年的時候 這個 Stanford大學的教授李飛飛 他做了一個東西叫 ImageNet 這ImageNet在做什麼事 就是 他把這個 他把這個 就是 他去找很多 貓的照片 狗的照片 車子的照片 帆船的照片 類似這樣子 然後 他大概總共蒐集了一百萬張 然後 總共一千個類別 他其實蒐集了更多 不過大概主要是這樣子 就是 總共一百萬張 一百多萬張 然後每一個 有一千個類別 然後這一千個類別 每一個 每一個照片都有 這個 舉例來說都有一千張以上 這樣子 那他收集這個東西拿來幹什麼勒 他就是拿來辦一個比賽 辦什麼比賽 就是假設我給你一百萬張 就是有 一千個類別 不同類別的照片 那 這個時候 他就把一小部分拿下來當作是 這個考題 然後請你去訓練一隻 這個 Agony人 不管你這個 Agony人 是用這個 神經網路做的 或是用 Support Victim Machine做的 都可以 就是從圖像到分類 這樣的一個任務 從2010年開始 李菲菲就開始辦這個比賽 然後這個比賽 就吸引全世界所有人 就是去參加這樣子 好 比較有趣的事情 是 這個在2012年以前 這個比賽 因為那個時候 你們要了解一下 那個時候的時代背景 那個時候 那個 人工神經網路其實已經被淘汰了 這樣可以想 可以想像的出來吧 因為Support Victim Machine 是比較後面的工具 對不對 雖然你現在發現 似乎在手寫數字辨識上 這個 人工神經網路好像比不上 Support Victim Machine 卷機神經網路 但是 這個 卷機神經網路有個問題 那個 就是 它不能夠堆疊太多層 這個 在我們那個神經網路的時候 是不是有試過了 我們在那個網站上有試過了 它深度太深的話 沒辦法訓練 所以 卷機神經網路 一直都只能夠處理這種 很 非常 非常簡單的任務 沒有辦法應用到真實圖片上 所以在2012年以前 所有的這個 所有的這個團隊幾乎都是用這個 Support Victim Machine 還有這個 Random Forest之類的方法 並且獲得 冠軍也都用這些方法 好但是啊 在2012年的時候 發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 大家可以看到一下 這個圖啊 是從 2011年 2012年 一直到2015年 它的這個 就是 它的這個 每一年冠軍的 這個 錯誤率 這個 這個Y軸啊 是錯誤率 就是 那個 那個 那你要知道一件事 人的 分錯比例是5% 所以如果 我 一千類裡面 就是選錯的幾乎5% 如果我想要 說 這個 這個 比人類還要好 那他至少要低於5%吧 這樣可以 大概可以了解這個邏輯嗎 好 在10年的時候 當年的冠軍是28.2% 11年的冠軍是25.8% 試問如果 你站在11年的時候 你會期待電腦有一天 能夠超越人類嗎 注意 這是冠軍喔 這不是 這不是大家的平均喔 這是冠軍喔 好 所以其實是不會的 對不對 好 可是在12年的時候 發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 12年的時候 這個 Jeffrey Hinton 他參戰了 好不好 Jeffrey Hinton 所有人都是用support vector machine 結果Jeffrey Hinton 他的團隊 堅持使用自己生下來的小孩 因為人工神經網路 他發展了嘛 對不對 你們還記得Jeffrey Hinton嗎 就是 那個 我從兩節課以前 就跟你們講那個人 好 結果 他拿了冠軍 所有人都嚇死了 為什麼咧 因為神經網路不是已經被淘汰了嗎 為什麼 為什麼他還拿了冠軍咧 對不對 大家發現一件事 原來啊 以前神經網路會爛啊 是因為data不夠大 不好訓練 對不對 事實上他也沒有解決什麼問題啊 大家可以看到 在 這個前兩節 這個 他的model因為support vector machine 他都算是比較淺層的模型 這兩年不算 12年的冠軍 Alex Net 這個就是那個 Jeffrey Hinton 他 他的團隊所做出來的 他的網路也只不過有八成生而已 八成生 其實並不是特別難訓練啊 這樣可以吧 但是他的這個performance啊 注意有一個斷牙式的這個下降 這個 他錯誤率有斷牙式的下降 而且 當年度的亞軍 其實沒有比去年的冠軍好多少 所以大家都知道 這個 從這一年開始 這個學界就發現一件事 原來啊 以前覺得人工神經網路是廢物 原來是因為他沒有big data support 當有足夠多的big data的時候 其實他的performance是很厲害的 好 所以啊 從2013年以後 因為大家都不是智障嘛對不對 大家當然都會based on冠軍的結果 繼續去改進嘛 所以從2013年以後這個比賽啊 完全就變成人工神經網路的比較了 好 比較有趣的是大家可以看 這個performance逐年一直掉 這個沒什麼感覺啦 好不好 反正就研究會進步嘛對不對 performance當然會掉 掉到15年的時候 這個 錯誤率就降到5%以下 就比人類好 比較需要注意的是 大家可以看到 最開始的時候 8layer 後來 後面1922 到15年的時候 152 這是一個超級大的突破 大家還知不知道 生跟錢有什麼不一樣 大家還知不知道 生是在做什麼 網路生是要拿來幹什麼的 做特徵工程的 這樣可以嗎 因為我要自動做特徵工程嘛對不對 所以說 我的網路要生 我的網路越生 我能夠做特徵工程應該就越好 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 接受這個論點的話 但是你又知道 生的網路很難訓練 對不對 所以說15年的這個研究 確實是一個非常大的突破 就是這個15年的冠軍 他在16年發表 這一個 這是一個Microsoft的團隊 這個主要的貢獻者 是一個叫何凱銘的大陸人 這個 何凱銘啊 他跟他的團隊啊 解決了一個很重要的數學問題 這個數學問題的細節啊 我會在那個博士班的課 跟你們好好講一下 想要怎麼發展出來這樣子 不過你要知道啊 就是為什麼你從16年的時候 才看到說 這個神經網路變得非常的這個 popular 主要其實就是這個研究造成的 這一個 Jeffrey Hinton他2012年的成功 喚起了大家重新對 神經網路的這個興趣 然後在1516年何凱銘的這個研究 帶領神經網路真的走向這個高峰這樣子 直到現在 他都還是當前最好的egonism這樣子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首先先講一下12年的這個 AlexNet AlexNet 他是Jeffrey Hinton 他的團隊所做出來 這是他的學生 Alex 好那這個 神經網路啊 其實啊 其實他就是一個 比較深的捲機網路 神經網路模型 他是LENet LENet 就是Lacuin 他在1989年提出的那個架構 他只是更深更寬 因為現在 因為在2012年的時候 他有著更好的這個 就是 運算資源 當時已經有GPU了 好那 注意 注意的一件事情 這個 AlexNet 他比起這個 1989年的這個 Lacuin的這個架構啊 他有做了一些 修正 但這些修正都是細枝末維的修正 其實沒有這些修正 他表現一樣會很好 哪些修正呢 第一個 這個 使用RELU作為非線性變換的 那個 激活函數 之前都是使用SIGMOID 把邏輯思維規 合在一起 從他開始 大量的使用RELU 就是把零以下捨去掉 這個我們之前就有用過了 這樣可以嗎 那接下來 使用DROPOUT DROPOUT 我們這個 上上節課有講過了 對不對 就是避免過你合的一個方法 DROPOUT就是 我在講說 你一個班級裡面 有100個學生 你隨機的每一次訓練的時候 都把50%的學生給抽出來 所以他們如果要匯答的話 每一個都必須學習到 不然的話 總有一天 匯的人都被抽光 對不對 好接下來第三個 使用OVERLAP的MAX POOLING 這個比較難解釋啊 這個簡單來講 就是我們在做POOLING的時候 POOLING就是把解析度再變低一點 我們做了OVERLAP 也就是同個特徵 有可能被左邊用到 也被右邊用到 這個你現在聽 一定不會有什麼感覺 博士班尼克的時候 在研究這個架構的時候 你會非常清楚 這邊到底他做了什麼事情 好 數據增強 他把圖像做了一些旋轉啊 翻轉啊 這個變色的一些變換啊 這樣子 這個很重要 因為你一張圖 就等於可以當十張圖用 對不對 然後神經網路這麼的複雜 這麼的大 如果圖片不夠的話 那他舔定是很難訓練的 最後使用GPU加速 深度捲跡網路的訓練 主要就是這些貢獻 讓LXNet他可以 在有限的時間之內 訓練完一個這麼大的網路 然後啊 並且達到很好的performance 好 那接下來 這個 在LXNet取得成功以後啊 這個 VGGNet 是14年的亞軍 14年的亞軍 是由DeepMind 那個時候DeepMind 還沒有跟Google合併 DeepMind跟那個 牛津大學的這個 研究團隊 一起研發網路 好 這個 捲跡網路啊 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他全部都使用3x3的捲跡盒 和2x2的石化盒 他沒有使用這個 他沒有使用這個 就是 其他的組合 好 那這個 他的概念是什麼呢 來在LXNet的時候 大家可以看到 這邊有一些11x11的捲跡盒 有5x5的捲跡盒 又有3x3的捲跡盒 好 剛剛講到哪裡 就是 反正就是 LXNet你會發現 這個東西的設計跟藝術品一樣 又有 有11x11 又有5x5 對不對 那到底什麼時候 要用11x11 什麼時候要用5x5 完全沒有邏輯啊 這跟設計藝術品一樣 對不對 那這樣子的話 呃 可是我們問你一下 5x5 5x5有什麼特性 就是原來的圖 本來是 假設是28x28 經過5x5會變24x24 他會少掉四個維度 對不對 好 那3x3的捲跡盒的話 是不是就少掉兩個維度 所以一個28x28 經過一個3x3的捲跡盒 就會變26x26 這樣可以嗎 那所以如果 我一個 28x28的圖 同時經過兩個3x3 他是不是也會變24x24 我們雖然不太理解 我們雖然不太理解 至少從 到博士班的時候 會有更深刻的理解 但至少從我們現在來看起來 其實一個5x5 有點像兩個3x3 對不對 它的效果是一致的 這樣可以吧 所以說啊 在 VGGNet 這個牛津大學研究團體 跟DeepMight 他們就想到一件事 那這樣子的話 既然以前的神經網路 設計的都像藝術品一樣 哪裡要用7x7 哪裡要用什麼 這完全沒有邏輯嘛 那核部我就全部都用3x3 那這樣不是很方便嗎 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結果 他做了一系列的實驗 一系列的實驗就是比較 假設我這邊比 多一個3x3 多一個1x1 1x1的卷積核 為什麼有用 這個在博士班的課程才會講 好不好 1x1的卷積核聽起來沒有用嘛 對不對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比較6個神經網路 他告訴我們一些關鍵 第一個是 從A到1 他的深度越來越深 對不對 所以他的Performance 越深的網路 Performance越好 這樣可以嗎 越深的網路 Performance越好 那1x1的卷積核 他從A到1 是Performance逐漸上升 即使我給的是1x1的卷積核 他的Performance都可以上升 至於為什麼1x1的卷積核 Performance可以上升 主要是因為 他1x1的卷積核 相當於做了一個 在3x3的卷積核之後 做了一個非線性轉換 做了一個非線性轉換 但是這個真的是有點複雜 這個我們可能要在這個 博士班的課程 你才能夠看得出來 原來3x3後面疊1x1 相當於是給了一個3x3版本的 多層感知機在裡面 但是這個數學比較複雜一點 這個我們先跳過 我們就知道結論就好了 下一個 剛剛那是2014年的亞軍 2014的冠軍講落誰家呢 講落Google團隊 那時候DeepMind跟Google還沒合併 Google團隊 他設計出了InceptionNet 他這個InceptionNet 他發現了 他做了什麼改進 為什麼可以 為什麼可以贏過VGGNet呢 主要是因為他發現 這樣的一個參數的堆疊 其實非常的恐怖 這樣的一個持久層的VGGNet 他的總參數量可能上億 那上億需要多少運算資源 還有很容易就overfitting了 因為你的圖絕對沒有上億 這樣可以嗎 那所以說 這個Google團隊 InceptionNet 他做了什麼事 他就是做了很多 盡量減少參數的事情 他把一個網路上來 本來直接是3x3的堆疊 他把它改成什麼勒 這個思路跟這個 就是VGGNet的思路完全不一樣 那個牛津大學團隊是怎麼做勒 他說我不知道要擺 1x1 3x3還是5x5 那我就堆疊很多3x3 反正他很多3x3就像5x5 那GoogleNet是什麼勒 那我就同時用1x1 也用3x3 也用5x5 也用pooling 反正這些看起來都有用 但是我不知道設計什麼 所以我一個網路 一個東西進來 我就全部都用 那這樣效果應該也不錯 他的邏輯就這麼簡單 這樣懂意思嗎 結果他的邏輯還對了 好 但是啊 因為他們兩個當初在比賽 所以沒有 當初他們沒有交流 所以說 當你發現 Google這個 idea比較好嘛 對不對 可是Google發現 5x5其實可以用2x3來取代啊 對不對 所以說 當他拿到冠軍之後 他隔一年 發展出了 InceptionNet V2的時候 他就把一個5x5 改成 本來是1x1 5x5 1x1 3x3 pool 1x1還有1x1 他就把這個5x5 改成3x3和3x3 這就是V2版本的 好 V2版本他發現 那我把3x3和3x3 那我不是 還可以再做更了解 我可以改成一個1x3 再一個3x1啊 那這樣子也是有同樣的降回效果嘛 可以看得出來嗎 所以他就把所有3x3 又拆成了1xn和nx1的組合 這樣可以接受吧 這就是V3的InceptionNet 好 到了這裡為止啊 這個Google 團隊已經把這個神經網路 就是 他的這個就是 等於說 我為了要 減少參數 然後把卷積核變小 這件事已經做到極致了 已經再做不下去了 對不對 好 本來想說到這裡為止 這個 研究就差不多結束了 結果 在這個 2015年那個 那個冠軍 何凱銘他們團隊 他們提出了 ResNet 這是 最後的一個最重要的突破 他解決了一個 東西叫T度消失問題 但是啊 我現在跟你們講T度消失問題 一點感覺都不會有 在博士班的課程的時候 到第二節課 你們就會知道什麼叫T度消失了 因為你到時候真的做數學推導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T度消失是什麼意思 然後 你就會驚嘆說他的解法多麼的美妙 因為你怎麼想都想不出來這個解法 當然人家就解得出來 又簡單又簡潔 就是又簡單又有效 這樣知道嗎 好 那他做出來 這個Residual Net 我們不管他的細節原理 我們只知道一件事情 在沒有Residual Net 這項技術以前 34層深的網路 不見得會比 18層深的網路 performance來得好 注意這個是錯誤率 34層深的網路 比18層深的網路 錯誤率來得高 如果深的網路 不見得比淺的網路好 我在try的時候 我是不是要不斷的try and error 一層一層疊上去 不知道什麼時候 performance會下降 這樣可以了解嗎 但是啊 經過Residual Net的這個 構造之後 深的網路就一定比 淺的網路來得更好 這樣就很簡單了 只要我有足夠運算資源 我就設計個100層深的網路 他一定比 一定不會比較差 這樣可以吧 所以這個突破非常重要 至於數學部分的突破 我們需要等到博士曼的課程 你才會更清楚了解 他的內容 好 那有了 講過歷史以後啊 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 這些歷史對我們有什麼幫助 來這邊有個幫助 首先啊 我們啊 這個 我們之前不是說 神經網路說穿了 他不就是在抽特徵嗎 抽完特徵到最後之後 再用那些特徵 拿去給一個邏輯思維龜做分類 對不對 可以嗎 那所以說 既然 前面的這個 resignet resignet 這麼的厲害 他拿到了2015年的冠軍嘛 對不對 那我們可不可以利用他的前面幾層 拿來抽特徵 抽完特徵之後 我們拿這些特徵 再丟給什麼 support vector machine啊 或是你想直接丟給邏輯思維龜也可以 這個idea是不是還不錯 所以說啊 我們首先需要先去下載 resignet resignet 下載下來之後 把它放到 把它讀入我們電腦裡面 然後接著 我們再用 我們再把它 最後一層之前 的那個高階特徵把它保留 那我們每一張圖片經過這個resignet 都有一些高階特徵嘛 對不對 我們再用這些特徵拿去做分類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好所以啊 請你先到先去下載一下 resignet18這個檔案 點擊連結以後 哇靠找不到 那我來看一下要去哪裡下載 等我一下 好我們到這個 我們到這個網站 我們下 我們改下載這個 這個model好了 這個model把它下載下來 這個網站 呃 這個網站我把它秀下來好了 不然那個錄影會看不到 好我把它貼在這裡好了 好到這裡 到這裡下載那個model這樣子 好這個 這個就直接下載就可以了 好要下載這個parameter檔案 還有這個json檔 這兩個檔案都要下載喔 好這裡到了raw這裡 按另存心檔 好把它下載完了以後 下載完了以後把它放到r裡面來 這樣子 好我們等一下先讓你們下載一下 先給我們下載喔 我們來看下載完了之後 要怎麼運用這兩個model 這個model好不好 來 我們到這裡來貼語法 好全部複製貼上 重點在這裡 這裡我們不要再讀resnet 18 雖然我有resnet 18這個 這個 這個就是這個模型 不過你們沒有嘛 對不對 所以你要把這裡要把它改成 叫做 Inception BN 然後他是第126代 Inception BN 好 改成這個樣子 剩下完全不用改 雖然這裡這個物件名稱不重要 好不好 我們全部把它複製下來 然後我們全部做一次 好 來 這邊的重點在什麼 這邊的重點在我們 在這裡 在這裡我們做了一個 這個 這個 preprocess image 這個函數是拿來前處理這個 前處理 image的 但是我們還沒用到 我們現在只是先把鸚鵡的圖片把它 Display出來 這樣可以嗎 然後這裡是在讀模型 這個我們還沒用到喔 我們現在只是先把圖弄出來喔 好 那讀完之後我們來看我們要做什麼 來 看一下這裡 首先我們先把 image 這個 image就是這個 這個 鸚鵡嘛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先把它preprocess preprocess完了之後 這個 normal 如果看它的 dimension 它會變成一個 224x24x3x1的一個 矩陣 這就是一個標準的圖嘛 對不對 224x24是它的長跟寬 然後3是它的 red green跟blue 三種顏色 這樣可以嗎 那我們接著用 res model 這個res model是這個 INCEPTION NET BN 我們把它 拿來做這個 把 normal 放進去 然後讓它做運算 看看它的 probability 預測出來多少 這個 probability 是1000個 0到1之間的數字 我們來看它最大值落在哪裡 它告訴我們最大值落在第89項 這告訴我們說 它認為 這個model認為 這個圖 是第89個物件 第89個物件是什麼勒 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我們可以把這個 把這個下來下來 第89個物件 你一樣可以就是 你一樣可以把它讀進來 讀進來你可以用這個 就是你用這個網址把它讀進來 我們來試一下 Label Labels等於 Reader 點 ReadLights 好 這樣我就會把它讀進來 我們讀進來看看 好 這樣讀進來 我們來看一下 它第89項是什麼 好 這個第89項 這個東西就是 這個 金剛鷹物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model還蠻準的 就是你給它一張圖 它真的就告訴你說 這是一千類裡面的哪一類 對不對 這個就是金剛鷹物啦 好不好 我們 好像也不用特別去驗證了 你可以試著換一張圖 然後去考考它 看它答對不對 好不好 那在我們換圖之前 我們先繼續一下 好 這樣能夠進行特徵預測 其實 這樣能夠 應用這個model 其實是沒有什麼用的 對不對 這是別人訓練好的 他就是做那一千類嘛 對不對 那如果我們想要拿來做 我們自己的圖像的辨識 他就不在那一千類裡面啊 我們說這是有癌症的 影像 這是沒有癌症的影像 那一千類裡面 鐵定不是這樣子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到底要怎麼做勒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怎麼做喔 好 我們需要用到 這一個 這一串函數 這一串函數是把 這個 東西裡面的 最後一層把它 萃取出來 但是啊 這一串函數你看不懂很正常啊 實際上 在博士班的課程我們會好好詳細的教mxnet要怎麼使用 在這裡我們只要會複製切上就好了 好這什麼意思咧我們先把 model抓出來 找不到找不到這一個 找不到這一個東西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名字可能要改因為我換了一個model 這個0 這個0要去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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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下載model這個0要去掉 因為他在這裡 他在這裡我要叫出這一層這樣子 好 這個 我們就把他叫出來看看 好全部都叫出來之後 你會發現 這個0也要去掉 現在 一張圖進來 這一張圖是normal這個圖嘛對不對 這個圖一進來 他就只剩下1024個數字 這個1024個數字 就是有高有低的數字 這些有高有低的數字就是我重要的特徵 對於這張圖的重要特徵 那這個特徵是已經被我存化過了對不對 而且是透過我的前面的高階 剪輯器不斷的層層堆疊所抽出來的 所以我可以把它想像成是一個已經經過特徵工程的東西 對嗎 那我們這個東西就可以拿來直接做圖像的分類 這樣子 是不是覺得圖像分類好像沒有很難 而且這樣準度還不會很低喔 我們來做一個實驗好了 好 那我們 現在啊 要做一個 要做一個 我們首先在 在做那個實驗之前 我們先做個練習題 現在我這裡有高階特徵對不對 那這個高階特徵要怎麼變成那個第89類這個呢 他是不是透過了 這個FC 他是不是透過了這個 FC FC最後還有一個 Foly Connected的這個Layer 那是一個矩陣的乘法嘛對不對 然後矩陣的乘法完之後會有一個Softmax 所以啊 你可以看一下 這一個 這一個 我們透過這個函數 我們可以把 他的 coefficient 這個coefficient dim 是1024乘1000 所以他 本來是1乘1024嘛 所以他乘上這個矩陣之後就會變1000類了 然後 他還有一個BIAS 這個BIAS是用LANCE 他還有一個BIAS 然後啊 這個 Future 這個 我們剛剛抽出來的特徵 他乘上我們的FC coefficient加上FCBIAS 他就可以獲得這個 1000類的這個數字 然後這1000類的數字 這1000類的數字跟我們的這個 就是 跟我們的這個特徵裡面抽出來的這個數字是一模一樣的 這個是我們剛剛用那個 這個 執行器直接做得出來的答案喔 這兩個數字這個算法是一模一樣的你看得出來吧 就是 我的這個執行器 所得到的FC1 output 他就完全等於 我這樣算出來的結果 他就做了一個矩陣的乘法 加上一個加法嘛 對不對 好 那這樣有什麼意義勒 我們可以做一次 跟Softmax的比較 Softmax的比較是什麼勒 這個是我們的 這個是我們的那個高階特徵嘛 我們的高階特徵 Softmax就是 Exponential除以 Sung of Exponential的他 這就是Softmax的結果 這個New Probability 跟原來的Probability 這兩者 每個數字都一模一樣 所以這樣你就知道了 這個 這個整個神經網路的架構它是怎麼樣 首先 先經過一個 這個最後一層之前 其實經過一堆高階特徵做特徵工程 對不對 做完特徵工程之後 剩下這些特徵 再經過一個 類似 線性回歸的東西 就是一個矩陣乘法 對不對 經過矩陣乘法之後 在Softmax就是我的Output了 所以說 最後一層這裡其實我們完全可以換成 Support Effect Machine之類的東西 對不對 我們的練習一 就是請你 複製貼上這些層次 感覺一遍 這樣就可以了 好不好 我們練習一做完之後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剛剛那個Future 剛剛那個高階特徵 只要經過一個 線性轉換 之後Softmax 類似邏輯是回歸 它其實就可以拿來做分類了 所以剛剛那個高階特徵很有價值 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來做個實驗 就是我們剛剛做手寫數字 對不對 我們之前都做手寫數字 我們啊 試著 把手寫數字經過那個 一個 特徵萃取器 那就是 卷機網路的前面的部分嘛 對不對 產生出高階特徵之後 再用那個高階特徵 拿來做Support Effect Machine 然後來試試看 分類效果好不好 這樣懂嗎 當然因為運算資源的原因啊 我們就不要抽太多了 我們只抽 我們只抽300張 好這個一樣 我們首先 我們這裡 Rod Model這裡要改成這個 我們的這個Model嘛 對不對 然後這個 呃 這裡要改掉 好 我們要把那個 Train Data給 抓出來 然後我們的 Training X跟 Training Y 各300張就好了 然後這個 Test X跟Test Y也各 各200張就好了 這樣可以嗎 不然的話 我怕我們的運算資源不夠 不夠去 做這件事情啊 好然後 因為我們這個Model 這邊有一些東西要改喔 因為我們現在用的Model 出來是1024 所以我們這裡要改1024 這樣可以嗎 然後這個FC0 這裡要改掉 然後在這裡 這裡也要改掉 好這裡也要改掉 這邊在做什麼事勒 這邊是在我現在總共500張圖嘛對不對 我這500張圖都要經過剛剛的那個特徵抽取器 然後把 剛剛那個特徵抽取器算出來的東西填到這個 Train X Array跟Test X Array裡面 這樣子任何一張新的圖都可以經過那個特徵抽取器 然後變成1024個數字嘛 對不對 好我們來執行一下 好啊你先給你們開始執行 我的特徵已經抽完了 不過 做了點幣啊 我是用GPU抽的 好不好 因為我剛剛等CPU也等到 收不太了 這個特徵要抽很久 每一張圖都很大 用CPU運算 鐵定稅會很慢的這樣子 好抽完特徵 我們來做Support Vector Machine試試看好了 現在我們的Training X Array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Dimension 是不是300 乘上1024 這個300就是300個樣本嘛 對不對 然後它有1024個特徵 我們現在就要用這1024個特徵來做Support Vector Machine來試試看效果如何 Library Library 11071 這個不用管它 那這個 這個Predictor在Training的話 我們就把它 我們試試看它 Predict Training的 Accuracy多少 在Training的Accuracy還蠻準的吧 對不對 而且我們就用300個樣本喔 因為這是因為運算資源的問題我們只用了300個喔 如果你用的夠多它應該 它應該會很準這樣可以吧 好那如果我們把它拿來做TEST的呢 你會發現一樣很準幾乎都在斜直線內 這樣可以嗎 所以說這個方法就是如果啦如果你的運算資源不是很夠的時候 然後你又想要利用 你又想要做圖像分類 的任務的話 其實你可以用這種圖法鏈鋼的方式 每一張圖先把它的特徵抽出來 用剛剛的方法把它的特徵抽出來 抽完了以後呢 這個 再把 收集來的抽完的特徵 那就變成有點像結構化資料了嘛 對不對 拿去給Support Vector Machine做 那這樣你就可以看到 這個運算的Performance 這樣可以嗎 好那因為 因為我知道 因為大家都還沒有做完那個就是 都還沒有做完那個就是 就是 抽特徵這個任務啦 所以我們這邊就直接示範就好了 那我們就做這個Random Forest 你要做Random Forest 首先你把特徵抽完之後你要做Random Forest也非常簡單 同樣的 TrainingX Array 然後跟Factor之後的TrainingY 一樣你可以拿來做Random Forest Random Forest 好做完Random Forest之後你一樣可以拿這個Random Forest的Model 拿來直接Predict 然後並且 這個最後得到Training的Accuracy跟Test Accuracy 這是用Random Forest做出來的結果 哇100%正確啊 在Training的部分100%正確 那我們看一下Testing的部分好不好 好在Testing部分準確度也蠻高的喔 好我今天做這個示範啊 我今天做這個示範主要是要跟大家講說什麼 如果你今天手上有一堆 圖片 其中有A有B 有貓有狗好了 好不好 你要怎麼做一個 圖像分類的模型 最簡單我們上到第五節課 到這裡為止最簡單最簡單的方式 就是 最簡單的方式就是你直接把他用像素Base的 然後直接去做Support Vector Machine或Random Forest 但那不準 對不對 那所以一個比較好的方式是什麼 是不是就用現在的方式 我們透過 這個舉例來說 一些人家已經訓練好的神經網路 然後把高階特徵抽出來 再用這個高階特徵 拿去餵給Random Forest或Support Vector Machine 然後來看看他的Performance怎麼樣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 簡單的方式喔 好不好 不過那個博士班的課程 你會發現這樣做其實還是很不好啦 他還有很多變化 這只是說如果你 按照你目前現有的能力 你至少要做到這一步 而且他分類能力不會很差喔 你可以看到他其實分類還算準喔 這樣可以吧 好 那我們現在很好奇一件事 為什麼用分辨貓狗這類圖片的神經網路 萃取出來的特徵 居然能夠用來做手寫數字辨識 怎麼那麼神奇啊 我們要討論一下 好啦 沒關係 討論可能討論不出結果啦 重點就是 捲機器 捲機神經網路 他的前面的部分 其實就是在做特徵萃取 特徵萃取 換個講法就是特徵工程 所以原始的特徵 經過一系列的特徵工程之後 產生有意義的東西 這個有意義的東西拿去做分類 那當然這個準確度就會高 那為什麼抽取貓狗的特徵同樣的可以拿來抽取手寫數字呢 大家可以用這樣的想像比較容易理解啦 當然不是這樣講 數學上不是對的 但你可以這麼想 就是 在你學會寫字以前 你也學會了認貓認狗嘛 認爸爸認媽媽媽嘛 小朋友的時候不是都這樣嗎 你學會認那些之後 你認數字的時候 你還需要從頭開始學習嗎 不用嘛 對不對 是不是可以based on那個 抽特徵的能力 繼續往下 所以基本上他的邏輯類似的 這就是 這個 做圖像分類 目前最 算是 不能說最advance 但是如果你 運算能力不足的時候 這是一個最 目前能夠做到最好的方法 利用 人家 Pretrain好的冠軍模型 去把特徵抽出來 抽出來以後用這些特徵拿來做support vector machine或random forest 這樣懂了嗎 這樣就可以理解為什麼五節課的設計這樣設計了 首先我第一節課教你random forest 對不對 從decision tree開始教過去 第二節課教你support vector machine 對不對 就是為了等一下要用的 第三節課第四節課 第三節課教神經網路的原理 第四節課教卷機神經網路 對不對 第五節課把所有的東西用在一起 你就知道為什麼 課程要這樣設計 其實他們是可以一起用的 這樣知道嗎 好 那我們 這個 我們還有一種做法 就是 直接用這個resnet的架構進行手寫數字的辨識訓練 因為剛剛的最後一層 我們是把特徵抽出來以後 做support vector machine 做random forest 對不對 我們有沒有辦法訓練一個all in one的網路 就是 我們直接把最後一層本來是1000類 改成 10類嘛 這樣不就解決了嗎 那你需要用到這樣的一個 語法 好你需要用到這樣的語法 首先你要把每一張圖 都把它轉成一個 224乘224乘3 乘 這邊我只有用30啊 不然的話這個 不然的話這個運算資源會受不了 好不好 然後接著呢 接著你要怎麼做來看一下 把這個最後一層的這個model弄出來之後 注意這裡 這個10是關鍵 我幾類就是看這個幾類 這樣可以吧 把它複製下來 好然後剛剛我們這裡 這個要改0嘛對不對 這個要改0 好我們把它全部 貼下來 就可以執行訓練了 然後我作弊一下 我用gpu好了 我這邊就示範就好了 你們回去可以試試看 好這個就是用手寫數字來變 你有沒有發現training accuracy不斷在上升 這樣可以吧 好當然因為我只用30張啊 所以這個training accuracy上升這不是 不太算數 這樣知道吧 所以你可以 你可以多試 你回家你可以試多用幾張 你就放了它跑久一點 這樣應該沒有什麼問題吧 好 所以說啊如果我想要做 手寫數字變 我想要做任何圖像分類 我現在有兩種做法 我們如果要利用別人的模型 我們兩種做法 第一種做法是 把高階特徵抽出來之後 丟給support vector machine 或是random voyage去做 第二種做法是 直接把最後一層的 類別數 改成我要的類別數 然後再重新訓練 第二種方法會 比較慢 會跑比較久 第一種方法會跑比較快 那準確度不一 你可以做實驗去比較 這樣可以嗎 好這個是 這個是結果啦 好不好這個結果其實 我們也不太用看了 因為我們只有用30個 因為我們只有用30個 30個數字嘛 他認為這4個數字都會3 至少這兩個猜對嘛 這個長得有點像 這樣可以吧 好那為什麼他會 他為什麼會猜錯其實也 也很容易了解啦 我現在只有用30個sample去訓練他 他裡面總共有幾個3 幾個7 平均起來就只有3個 所以他會認錯的機率是很正常的 好我覺得我們今天就先上到這裡好了 我們今天 我們那個 等一下的部分 我們就 等一下我們那個 就是結束之後 我們讓你練習這樣子 然後我會 我會留在這裡一陣子 然後讓你們 給你們看一下 就是 要怎麼做 然後幫我們排除一些bug 那個我們這幾節課 學到機器學習的方法 就是用來預測結構 跟非結構化的資料 那 這個東西 實際上 我個人覺得 他並不是 他並不是 就是最終的解答 為什麼 因為我們不是已經講了嗎 如果我們要做精準預測的話 我們應該要做很好的特徵工程 就來說你明明就知道 你要用圓去分割 所以你就是一個244 你用244去分割 這樣 預測一定最準 對不對 現在有一個 有一個球要從國防衛選頂樓丟下來 他是一個拋物線 拋物線就是244 我用244去fit他 一定比 什麼都好 對不對 那神經網路機器學習這些方法 充其量只是去找到一條 漸進的擬核線 近視線 他並不是真的 準確的預測 這樣知道吧 所以其實這並不是最終解答 好不過 這個 當我們不知道 X跟Y是什麼關係的時候 的確這個機器學習跟 人工成績網路 他的確是一個方法 可以幫助我們 直接找到這個關係 當我們不關心 A跟B的 X跟Y的關係的時候 他還是一個好方法 這樣知道嗎 所以說 在某些領域 你比較 不care中間的 mechanism 你想要直接 做出一個什麼東西 讓他由A到B 這樣子 Machine Learning的方法會比較好 如果你很關心他其中的過程 覺得說你想要知道 這個藥物 他對這個 吃了以後 對我到底是有效還沒效 這個東西你用 機器學習的方法就做不出來 因為你根本不知道他裡面怎麼運算的 這樣懂嗎 好所以說 這是機器學習 跟統計方法 最大的不一樣 好那 你可以思考一下 一件事情 就是啊 這個 呃 我們之前有demo過 就是如何 這個動物啊 他其實是有辦法去訓練 並且切片 這個 鴿子閱讀並且切片 分 良性和惡性 準確度可以到90% 而且不是每一隻鴿子 不是某一隻鴿子這樣 是每一隻鴿子都可以這樣 好所以說 他的學習過程 其實就比較像 Machine Learning 的方法 他不知道怎麼學會的 他就是給他 Input 給他 答案 然後他就自然而然 就學會那之間的 關聯性 好所以我們的 Machine Learning 其實就在模仿我們的生物做這樣的事情 好那 我們今天上課大概就上到這裡啦 那今天 上到這裡 最終 這個到機器學習的總結給大家帶走的就是 如果你以後 想要做圖像分類的 研究的話 至少你有個方向 這可能不是最advanced的 但是 至少這個是 CPU做得到的 然後 他準確度應該不會太差 對不對 當然如果你想要 更好的 去做圖像分類 甚至做出 物件識別 物件識別就是在圖像上面拉框 告訴我說東西在哪裡之類的 我們可能要上博士班的課程這樣子 那我們今天就上到這裡 那就先給你們練習啦好不好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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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